我们再把镜头回到美国 美国的种族平权议题不断的延烧 现在无论是黑白都很敏感 法国化妆品大厂巴黎莱雅就宣布 旗下护肤产品将不再使用美白这样子的字眼 而美国民间也在吵着 是否要将20元的美钞头像 从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换成解放黑奴运动的非裔女英雄呢 此外演艺界呢 包括了辛普森家庭卡通都宣布 不再以白人演员来帮有色人种配音 擅长讽刺政治 搭配时事的经典不败卡通辛普森家庭 自1989年开播以来始终维持呛辣风格 遇上美国种族平权热潮 连带影响影视产业 宣布不再使用白人演员替有色人种配音 从未动画冰雪奇缘中安娜公主配音的美国女星克里斯丁贝尔 也宣布辞去Apple TV Plus推出的原创卡通中央公园中 飞翼角色的配音工作 黑潮运动不仅在美国延烧 也在全球激起回响 法国化妆品大厂巴黎莱雅总公司27号宣布 将护肤产品中所有美白字眼删除 以后白皙亮白等词汇都不会再出现 但美国总统川普却持续制造对立 个人推特上转推支持者大喊白人力量的影片 还说谢谢佛州社区这群很棒的人 随后又赶紧删除 白宫解释总统转天影片时 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关键句子 只是单纯喜欢支持者的热情 向来仰赖社群媒体为自己传声的川普 延续他的从政风格 继续在竞选广告上制造冲突 时续抨击拜登在1994年支持的一项犯罪法案 不惜透过影片剪辑加油添醋 但川普也踩到了道德红线 竞选阵营使用了倒三角形符号 呼吁联署反对反法西斯主义运动 但这实际上与德国纳粹标记政治犯的符号相同 遭到向来才放任态度的脸书出手删除 美国民间持续对种族平权做出表态 密西西比州议会正表决改变周期 不再使用南方的邦联军徽 知名长春藤学府普林斯顿大学也决定 将前总统威尔逊姓名 从该校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全民中删除 原因是威尔逊在担任校长期间 禁收非议学生 更公开赞许3K党员 平权热潮延烧到美国的货币纸潮上 川普口口声声赞扬的非议女英雄 曾是解放黑奴运动的推手 塔普曼的头像在美国财政部2016年 推出的计划中将取代20元面额 只超上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头像 杰克逊有序黑奴的记录 也曾签署法案将异地安人驱逐出白人领地 欧巴马时期的更改钞票头像决策 新潮设计预定要在2020年就该完成 美国财政部长穆金却表示防卫技术复杂 最快要等到2030年才能推出 而十约美超则要2026年 也就是说都得等到川普任期之后 如果他还能连任 当种族议题在全美延烧之际 川普为了年底总统大选 反而更向传统票员靠拢 这场选战到最后 恐怕让美国民间的分裂对立更加深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